嗨 大家好 很多人都說周長被消失了 沒有 我又回來了 而且我還有七天假喔 所以可能會再消失一次 我們第一位來賓是陽明 嗨 大家晚安 好 第二位是韋翰 各位海外的華人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聽說我休假期間 忘了CUE這個 我說我啦 我休假期間忘了CUE時間 有人講了一些話出去了 我跟你講我還是自己算的 聊一下講應該已經開始了 因為你是 你是踩煞車的那個人 不是 因為你廣告 我們直播要講什麼給網友聽 可是那段話我覺得也還好啊 也還好 但是我不想 你看嘛像我這兩天已經沒什麼講嘛 因為並不是我在那邊亂講 你是講現象 但我們當評論員我們不要介入 讓大家以為我在打壓死 所以還是要說歡迎回來 哈哈哈哈 你看 韋翰超厲害的 馬上把不想要講下去的話題 就丟到我這邊 哈哈哈哈 欸 陽明 振作一點 我覺得陽明的眼皮已經快捶下去了 對啊 你想睡覺喔 沒有啦 因為禮拜一都從早上七點開始啊 陽明你多久沒有休長假 我 超過四天五天的長假 沒有沒有沒有都沒有 都沒修過嗎 大概就過年吧 你也不行 他平常不休假啊 你也沒有想要出國啊 對 你都不想要 你也都沒有想要出國 我對出國沒有特別的喜好 真的啊 那國旅咧 國旅你也沒興趣 很少 你不會是宅男吧 我很宅啊 你很宅啊 最遠就是回桃園是不是 沒有啦 他也很少回桃園 那你說幹嘛啊 睡覺啊 真的啊 看影片啊 難怪臉都紅通通的 他就是港湖一日遊啊 住南港到內湖 南港到內湖 南港跟內湖一日遊 你住南港啊 我住南港啊 那真的是港湖一日遊 那高嘉宇有沒有對你好一點 你有投票 你投票權是在 在桃園 在桃園 難怪還不理 好啦 那個侯友宇真的是 我早上還幫他寫了一篇 幫他講一些分析現況什麼什麼 結果過了一會兒 他就出了一篇說什麼 他說已經跟韓國瑜 道歉三次是不是 不是啊 他說邀請他見面 邀請他三次 他都沒空 沒有成功 他身邊到底有沒有人 教他怎麼講話什麼的 侯伴現在一直想讓大家 認為說早就道歉過了 何必還要去算什麼 他為什麼會覺得7月1號 就算是道歉啊 那文亮的話7月3號 趙少康還要問他幹嘛 對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趙少康那一次 我真的覺得是趙少康在道歉 不是他在道歉 你不覺得 所以他就是沒有讓大家覺得 他有道歉嘛 事實上就是大家不覺得他有道歉 事實就是證明韓粉不領情 那韓粉上個禮拜還有加碼 去做一些影片繼續攻擊他 什麼什麼要求區長 什麼行政總理的 我說這個 那就表示這個效果完全沒有 是啊 是沒有效果 因為你就不乾脆啊 我覺得他有一個人分析 就是有那個什麼 近函人士分析 其實我都覺得道歉就好了 那結果你道歉完 又去講一些有的沒的 那只會讓你 他有個點嫌很好 他說郭台銘那時候根本還沒有 就是沒有被徵召也沒有提名 可是人家就提早去跟你說道歉 雖然講得很滑稽啊什麼 可是人家就很乾脆嘛 就我對不起啦 我錯啦 就講得很直接 就再也沒有這個問題了 對啊 大家笑一笑就再也沒有這個問題 他那時候還沒被徵召耶 而且現在 你現在是被徵召一個多月了 現在一部分的韓粉 可能是往郭台銘身邊移動好不好 哦 對啊 但我真的覺得郭台銘就算了啦 你寫在臉書說你要全力支持侯友誼那一篇都還在耶 他也還沒宣布啊 蛤 他還沒宣布啊 是啊 我就說 所以我就說你既然要挺了 就不用再搞那些有的沒的啊 沒有嘛 趁國民黨亂的時候 就是要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你個人誠信是什麼 他現在也還沒有誠信的問題 他還沒宣布啊 對啦 我是說如果宣布了 就個人誠信是什麼 你知道有時候人就是覺得我還有一絲失望 還有機會 可是他已經 他說給他30天啊 以前30天已經過了 還要再給他另外一個30天 他沒有這個問題啦 現在問題是就跟 就像比如說 他只剩下獨立參選啊 不是啦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柯文哲昨天都可以用說 你7月23號以後還在再說 就是他有一點在考試侯友誼啦 就是說現在整個社會氛圍就是你侯友誼 到底會不會被換變成一個議題的時候 侯友誼就會很慘 是啊 請蘇培沒有被提名 不高興的 誰 蘇培啦 蘇培怎麼了 不是啦 因為這個我覺得太小了啦 電梯正在運翔 電梯正在運翔 我覺得他聽起來好像是那個什麼 然後就爆炸了 快沒有 就是電池快沒電 運翔了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電梯公司跟這個音檔都是一套 而且現在都已經AI了 或是說都已經都是網路上 對啊 我原本聽到我以為是小帥 那個男人可厲害啦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那你怎麼辦 因為現在很多那個配音的AI系統 什麼小帥啊什麼的 對 而且還有一點 甜誠 像我們台灣的歌手 像周杰倫好了 我就講周杰倫好了 大陸那麼多人喜歡他 你光是想到周杰倫人人在台灣 他們也就不想打台灣了 這種其實應該要多交流 讓台灣有很多他們認同的東西 人事實力物 對 這樣子會比較好 那你聽到他電梯正在印象 什麼 那我們有些那個歌手去大陸 比如說待個一年兩年回來 也是捲舌音啊 對啊 有時候會講主播啊 黃河啊什麼的 那個什麼 台上去有時候回來也是捲舌音啊 沒有 難免啦 就像你知道我以前帶馬來西亞的小朋友 就會開始拉拉拉 我跟你說拉 我跟你說拉 這個很帥的啦 對 就開始會有那個馬來西亞 高雄都講你 台中都講虛 虛 虛 還有像那個 爛 真爛跟真爛 北部好像是用爛 爛 高雄就真爛 然後南部就爛 爛 真爛 我知道為什麼嗎 然後像宜萊是 敬 敬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高雄真的特別熱 所以舌頭就會大了一點 腰用重音 腰用重音 腔調啦 我覺得這難免啦 就是腔調 你在一個地方講話 講久了那個腔調就改不了 他找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而且這個 沒有他也講得太誇張 什麼叫做被阿公包圍 而且台北市還立刻要求改善 其實那個電腐梯 其實那個電腐梯就在那個 那是大巨蛋 就是大巨蛋那個啊 就是國父紀念館 那為什麼台北市政府要求要改善 沒有我覺得 議員就一罵啦 我覺得一般來講 議員有在有意見 這個只是換一個音檔 那等著看他新的是怎麼樣 對啊 就台灣槍一點嘛 電梯在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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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說運行 運行這個詞在台灣也有在用 有啦 有啦 這個不是中國的用語 那個是資訊業的用語 我們的資訊業有很多的詞 只會兩岸是很類似的 柯文哲還沒道歉 林鎮宇為什麼要道歉 林鎮宇為什麼要道歉 早上接受你訪問啊 不是不是他 他剛剛在臉書寫啊 就針對這個事情 造成誤會他道歉 他說他要向那個公務員道歉 他說他覺得柯文哲失憶 他要道歉幹嘛 又不是他講的 你家可必出來道歉 我覺得柯文哲一樣 我等一下馬上被出證 這個很像學姊 學姊在你的節目上面不是會講嗎 他覺得柯文哲該道歉的時候 他們就會主動幫他講 可是我跟你講那個 蔣萬安市府喔 就是國民黨不是上禮拜天 才在那個哪邊點華 在點華造勢啊 他們辦那個造勢啊 那一場活動 他們本來也要辦 也想要找台北市政府的場地 全部被解決 你說誰辦誰辦 國民黨啊 國民黨要辦 就黃旅啊 那個臺北市黨不辦的啊 那個萬眾一新啊 果然蔣萬安不是國民黨的 鳳鳴朝陽萬眾一新 這個因為劉采我有寫在他臉書 他說那時候就是辦活動的 也問過一輪 學校就是不行 對所有台北市政府 他們北流北義也都有問 對啊 然後可是問完他們全部都說 不好意思 政治活動造勢活動就是不能接 所以那個講完也沒有大小眼 就是各個陣營都不能接 不要就好了 而且你幹嘛講那麼難聽 但我是覺得他也不是故意要講這個 反正就是直播過程中 想要什麼講什麼 何文哲就是這樣 其實應該是現場太high了 他就講過頭了啦 他常常會這樣 他以前自己講嘛 他有那個共高我慢的個性 什麼叫共高我慢 就是一驕傲就會忘了我自己是誰 可以理解 這是以前果冬法師對他的開始 而且因為這個也還不是人家問他的 是他自己 人家開場只是說你要賣演唱會 只是問他演唱會 結果他就自己腳背 然後就哩哩哩哩講一堆這樣子 他這比較像是吃飯的時候閒聊的時候 沒有錯啊 因為你看像我剛剛講那個捷運的例子 如果你說廣池博愛院那個 那一戰是我的正經 我記得以前連勝文有一次要去的時候 還把身上旗子什麼全部都要收起來 不是你可以自己去搭捷運沒問題 你不能搭捷運 但是你不能辦活動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連勝文他們有一次辦一個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要搭捷運 可是搭的過程中就相關的號 有號碼有旗字的全部都收起來 對 那個捷運公司 捷運是最嚴格 對 學校其實學校也不行 學校不行 可是政治人物都會去 立委都會去 他們是趁畢業典禮的時候上去 你不是去從事競選活動 不能講大頭給我什麼 就好比說啦 如果今天比如說那個廣池博愛院 他們有通車典禮 市政府邀請前任市長一起去 你就可以去 就OK啊 這個就是官方辦的嘛 就是一個公開的活動 但是如果候選人 如果你發一個通知說 柯文哲要去試乘這個新的捷運 我跟你講你走到門口 那個捷運公司的人就出來 不好意思我們不能那個 因為他要帶媒體進去拍嘛 不好意思這個要申請 可是他既有的身份就是前台北市長 我說 所以他會把它歸類為 以前不是有好幾個市長一起 在那個市長官邸有沒有 做一整排有沒有 對對對 那OK啊 前市長大家回來回娘家嘛 但你今天突然站起來跟 請大家支持台灣民眾黨什麼 就是不行 國民黨民眾黨也一樣嘛 但你辦演唱會有可能跟政治 我是覺得有 為什麼大陸跟韓國都抗議就我們沒有 就是大家會不相信政府已經第一個 第二個你太過親日 大家就會覺得你講的到底可不可靠 我跟你講到時候他們那個海鮮自銷 全部賣來台灣 然後台灣那個日本料理店大賣 吃得很開心 對吃得很開心 哎呀可是我超喜歡吃日本料理的生魚片 我最近去淡水吃了一家日本料理店超好吃 海豐喔 他名字我不會唸 四個字 就是日本料理 很罕見的字 就是四個字叫日本料理 他在後面四個字 日本料理都喜歡 他的店名之後日本料理店 他們都喜歡用他們日本的漢字 就唸不出來的字 什麼 我不會唸 你說很好吃 但你完全沒印象 我又沒有要幫他打廣告 老闆很傷心喔 我沒有要幫他打廣告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沒有啊你跟我講哪裡好吃 我們可以去吃啊 因為我就是有一個 在哪裡好了 淡水是韋漢哥的地盤 就他不是有個老街嗎 上去市場 往市場那邊走那個老街 爬到一半的左手邊 你說看到馬街的銅像雕像之後嗎 馬街 沒有沒有 馬街那個是已經是觀光區了 我講的是真的他們民眾在生活的那一條 你知道民眾生活上去有一條 我尾漢的腦中的淡水 跟我想的淡水不一樣 好啦 算了 我不要去查他的名字啦 因為他們打廣告的問題 好吃 好吃啊 他四點多顆星了 四點七 老闆是長什麼樣的人 我沒有看到老闆 他是一個小女生的店員啊 他應該不是老闆吧 那你吃多少錢 不好講 大概兩千多啦 就是放鬆一下 你看那個大稻快草 多希望等到要做這樣的客人 一個人就兩千多了對不對 他是真的很好吃耶 他的生魚片 生魚片才六百多 我都會去吃那個淡水捷運站一出站 就有一家叫做壽司屋 在那個星巴克隔壁的那一家 那個老闆我認識 對 他那邊你就直接給人家無菜單 或者是說給人家吃肉餅 過壽司 那我不太吃壽司 是因為他都是澱粉 生的你不要對不對 不是因為澱粉 那你就吃生魚片啊 你給他吃生魚片 我去那一家就點生魚片跟牛排 很喜歡吃日本料理喔 好 怎麼樣你要幫我帶日本料理回來 不行啦 我要下禮拜就開始有大量的日本料理 這可以講嗎 這是可以講的嗎 可以喔 這有什麼秘密 對啊 你的行程有排的很滿嗎 很滿啊 當然很滿啊 那麼久沒去 對 去日本玩多次玩到一天當三天用 我在想說要不要在那邊開直播 我想算了 就完全講旅遊 其實可以啊 但是不知道耶 要看網路的狀況 飯店啊 飯店都有WiFi啊 對 要看網路狀況 日本的網路好像還滿開的 我覺得你去之後會開 因為你會滿滿的心得 跟四年前完全不一樣 沒有啊 看我好Pokemon我開啊 對啊 他講說到這邊還在直播 就對啊 那就摸彈啦 你說看會不會有人抖內是不是 補助一下女費 是啦 滿實在的